大家好,底层原理 我会与你分享大脑相关的冷门知识 帮助你拥有健康高效的大脑 本期科普则是抗疫药帕罗西听的发明过程和科研历史 但我花了一整个星期的时间 从地球上所有数据库论文中都查不到我想要的内容 甚至连帕罗西听是哪位化学家发明的论文中都从来不写 根本原因是没有人知道这东西的科研历史 或者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发明的 或者不想说出来 最终我在两本书中找到了我想要的东西 第一本书是综合超分子化学2第二版 这本书一共4568页重量15公斤 艾斯维尔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在艾斯维尔官方数据库中的售价是3950美元 实体书和电子版都是这个价格 我没有能力购买这本书 就算是借来这本书的话也得花太长时间 我现在只能简单讲几句这本书中的摘要 关于帕罗西听 作者认为是某种化合物分子经过折叠变形塞到了什么环里面 这个折叠变形的过程跟之前讲过的第一代SSRI 福西听几乎是一个路数 但这本书中可能没有讲解帕罗西听的母体化合物是啥 我想知道帕罗西听是从什么东西演变过来的 这本书中可能没有写 就算写了我也看不见 然后我找到了另一本书 精神药力学手册第十四卷 Springer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便宜只要20美元 其中的第102页到110页 侧面的描述了帕罗西听的化学演变过程 在1959年9月份 许多世界领先的精神病学家聚集在建桥大学克莱尔学院 参加一个关于抑郁症治疗的研讨会 当时使用的主要物质就是 滤饼禽针定剂 地锡盼安定 还有治疗狂躁症的碳酸理 这个碳酸理是有毒的 这三样东西基本的目的是让人镇定下来 当时专门治疗抑郁症的药非常少 大家就在讨论这些老掉牙的药品 没法面对科研越来越深入的抑郁症了 大家思考能不能发明出新的药物 专门去治疗抑郁症 想尽可能拓展出抑郁症的真正领域 那么通过一个事件拓展出来了 在1970年的中期 一种新的抗抑郁药的报道 开始从北欧西北角的斯坎迪纳维亚半岛 一个小型实验室里边出现 他们发现某些药物 比如力血瓶 这是一种当时的镇定剂和抗高血压化合物 这东西会穿越血脑屏障 消耗大脑内的血清素水平 它会导致大脑突出间隙的血清素分子数量降低 随之而来发生了有趣的副作用 它会让当事人产生类似于抑郁症的症状 这时候科研人员开始设想 是不是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降低 会导致抑郁症 或者我反过来说 是不是抑郁症当事人大脑中的血清素水平会降低 或者已经降低 那么通过逆向推论 就把抑郁症指向到了血清素系统 但是之前大家是不知道这个关联的 然后这个消息在全球各地的实验室被验证 不过北欧的实验室起步比较早 他们更早的开始跟进了 当时在北欧有一家非常小的实验室叫法罗珊 它的负责人叫拉森博士 他支持了当时的血清素说法 并且立刻开始了科研 他在1970年代合成并测试了100种化合物 其中最主要科研的那一款叫做FG4963飞莫锡听 然后把这个分子进行了升级 变成了FG7051帕罗锡听 然后进行了混合叫做FG7080 它就是飞莫锡听和帕罗锡听的混合物 在最开始帕罗锡听这款化合物 在地球上根本就不存在 它完全是被人工合成发明出来的 发明者就是拉森博士 然而这个帕罗锡听 它是基于飞莫锡听的 也是拉森博士发明的 其实当时想把飞莫锡听上市 但是这款药有个问题 它不能当做每日使用的药片 这款药的药物代谢和半衰期设计都有点问题 在1970年代拉森博士的科研方向 主要是想创造出一款 专门针对血清素系统的抗疫于药 这个药的劲儿不需要太猛 只要比传统的那些个镇定类的化合物 副作用低就行 然而当时创造出的这款FG4963飞莫锡听 它实际上非常优秀 它没有传统三环类抗疫于药的那种 增强去甲肾上腺素系统的功能 也就是没有增加心率的副作用 当时拉森博士发表了最重要的一篇论文 想要告诉大家 自己发明出来的FG4963非常优秀 完全可以超越传统的三环类抗疫于药 正面效果一般 但是它的副作用更小 论文发表在了1975年5月 欧洲药理学杂志32卷第一期108页到115页 标题是一种新的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与一些三环类抗疫于药的比较研究 论文的大致内容是 FG4963作为一种新的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 与传统的三环类抗疫于药 都可以结抗对绿本饼案诱导的大鼠运动过渡 FG4963与绿饼咪琴 在小鼠的皮下和口服剂量下都具有活性 FG4963饼咪琴绿饼咪琴 可增强有血清素前体五腔色胺酸诱导的小鼠运动过渡 FG4963的活性略高于绿饼咪琴 与三环类抗疫于药相比 FG4963没有增强去甲肾上腺素活性 导致的结果就是小鼠身上不会有心率增加的副作用 FG4963与DC帕名的外周抗胆碱能作用几乎相同 而其他的饼咪琴延生物更活跃 所有的三环类抗疫于药都是强外周抗阻案药 而FG4963几乎没有这种作用 并且FG4963和绿饼帕名的毒性低于丙咪琴和阿米蒂林 FG4963可能是一种选择性血清素再涉及抑制剂 与三环类抗疫药相比 其对外周交感神经机制的增强作用要小得多 那么拉森博士1975年的这篇论文 折算成人话就是 FG4963在小老鼠身上测试 非常优秀 几乎超越了整个时代 几乎可以完全独立开创新的化学药品分类 那么事实上他确实做成了这件事 他最终升级并且上市之后 就是传说中的帕罗西庭 号称抗抑郁药的五朵金花之一 但FG4963他本身不是帕罗西庭 而是飞莫西庭 理解了飞莫西庭才能理解帕罗西庭 接下来我来阐述有可能的化学原理 精神药力学手册第14卷 Springer出版社 其中的102页往后有如下描述 拉森博士在1975年合成了一种新化合物 FG4963也就是飞莫西庭 它是血清素再摄取选择性抑制剂 也就是SSRI FG4963的效率大约是 绿饼密琴的三分之一 是饼密琴的三倍 FG4963对确假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的作用 比它对血清素再摄取抑制的作用少一半多 FG4963与伏西庭有一个共同点 在每个化合物中的副取代本环之间 有一个共同的氧碳碳碳碳蛋 在FG4963中 碳碳碳这一条链被构建成派定环 在伏西庭中 它以以安恋的形式存在 伏西庭和普尔敏都有一个不对称的碳原子 因此它们以外销选混合物的形式存在 然而FG4963有两个不对称的碳原子 所以有四个异构体 FG4963的S反异构体 普尔敏的S异构体 绿饼密琴当它们叠加在雪青素分子的特定构相时 都表现出有趣的三维相似性 如果刚才说的那三种分子的取代本环 与雪青素分子的引朵环的本机部分重叠 那么这三种分子的取代机 也与雪青素分子的抢机重叠或者接近 使用这种特殊的叠加作为共同的起点是合理的 因为涉及的四个取代机 在大小和电场效应上是相似的 雪青素分子的部分引朵环被模拟 所有这几种分子的氨氮原子 与雪青素分子的末端氮原子相重叠 并且在雪青素分子的构像上叠加 人类所合成的分子的时候 这些人类合成的分子的第二个本环 或者比定环 被置于引朵环平面的前方和下方 形成一个相当有限的区域 最后的观察表明 两个本环的非共面排列与良好的效能有关 三环类抗抑郁药的本环间二面角越大 也就是越接近共面 那么这款分子抑制雪青素再摄取的能力就越弱 这也就意味着三环类化和物 分子中的那三个环越接近共面 它的雪青素系统抗抑郁效果越差 那么反过来说 想让它增强抗抑郁效果的话 就让这三个环不要在一个面上 让它们尽可能的立体起来 因此咱中国人话说 就是把这每一个环都给它支愣起来 让它在立体空间中形成一个立体结构 不要形成平面 刚才说了一堆东西 你可能有点头晕 我把刚才的内容帮你折算成人话 接下来我说人话 传统的三环类抗抑郁药和第一代SSRF习习厅 再加上这FG4963 它们的分子式是不一样的 甚至于它们诞生于不同的母体结构 也就是祖先 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爸爸爷爷 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咱大脑突出间隙的雪青素分子 咱把这个分子单独拿出来 然后做立体空间投影 你会发现这些人造的抗抑郁药化合物的分子投影 它几乎的能盖住或者叫罩住 或者叫匹配住雪青素分子的投影 就是两个投影几乎是可以重叠的 把雪青素分子做个立体空间投影 再把FG4963也做个立体空间投影 这两个投影几乎可以重叠 并且重叠的时候 这俩分子各自的关键部位 几乎正好在相同的位置上 雪青素分子就是本环引朵环测链鞍基 本环上在插抢基 其中的重要部位就是本环和引朵环的东西 因为是这种结构让它区分于多巴胺分子 多巴胺分子就没有那个引朵环 雪青素去掉那个引朵环几乎它就成了多巴胺了 所以外来的人工化合物进到脑子里以后 它必须得去模仿雪青素分子其中的引朵环 这样才能被大脑的空间电子效应 识别成雪青素类物质 然后才能去进入到雪青素系统里边运转 然后才能对雪青素系统起作用 雪青素分子上的引朵环就是识别的标志物 有这个引朵环基本上就能认为这是雪青素系统里的东西了 然后大脑开始往雪青素系统里边转运这个分子 然后咱人造的化合物就是去模仿这个引朵环 那就意味着人造化合物的取代本环 它要去模仿雪青素分子的引朵环 那在空间进行立体投影的时候 两个分子的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关键部分 需要能对得上号 如果这两个分子的另一部分关键东西也能互相对上号 那么这个分子就更像雪青素分子了 它就更容易被大脑当成雪青素分子去运转 大脑就会把这分子转运到大脑突出间隙的突出前膜那里 按理说这时候人造分子会被突出前膜的雪青素转运体吸进去 或者叫转运进去 转运进突出前膜 但由于这个分子它不是雪青素分子 它仅仅是像雪青素分子 所以这个人造分子它会卡住这个转运体 让这个转运体被堵住 如果这个人造分子百分之百是雪青素分子的话 那么它不会卡住转运体的它会顺利通过进到突出前膜内部的 现在人造分子披着雪青素的外衣 结果把这个突出前膜转运体给卡住了 那么雪青素在突出间隙的回收机制就被降低了 回收的越来越少 突出间隙的雪青素分子就越来越多 因为突出前膜在不停的通过包吐效应 突出间隙突出更多的更新的雪青素分子 如果你不回收它的话 那突出间隙的雪青素分子必然会越来越多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单氧氧化酶的问题 还有突出前膜自受体的问题 那个改天再说 说太多容易打乱你思路 那么FG4963通过种种验证 它的账面指标是可以接受的 但由于它的药物代谢问题 这个时间问题 没法每天都吃一片或者三片 它代谢的太慢 那么它后来被升级成了FG7051 7051就是帕罗西听 再然后开发出了无水帕罗西听和半水帕罗西听 最终这个专利被格兰素史克制药厂拿下 当时格兰素史克合并重组的时候 它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制药厂了 然后这个帕罗西听又成了它的爆款产品 但是制药厂从来不会说 这款药是如何发明出来的 一句话也不说 现在它的独家专利权已经到期 各个国家的制药厂自己都开始仿制 然而这款药的发明过程 竟然成了无人问津的一个状况 也许在未来科学才能成为完全共享的状态 节目的最后我来个标准结局 我们保护自己的最高效率方式 就是不去伤害别人 并且不去伤害自己